《楚王》这一边怎么样呢 大家看看 《楚王》这一边 王孟建一耳弥奸广彻 言乐报仇 这个楚王也是住 much 人这个东西是有心灵感应的 楚王住梦啊 住梦啊 梦间 有一个小孩子 这个小孩子有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两个眉毛长得很K 我们大家每个人都有一对眉毛 有些眉毛凑得近一点 有些眉毛长得宽一点 这个儿子眉毛广彻 这个眉毛广彻 就是两米箭宽打一彻 这个是夸张的说法 形容额头很宽 他的眉毛也长得K 四月报仇 延月报仇 并且这个做梦的时候 这个灵魂跑去到楚王 我要给你报仇 王界购自千金 这个楚王一看到之后 醒了之后 古人把梦都看得是真的 同学们做梦做过没有 梦有了 有没有梦到此类的梦 此类没有 因为你们没有仇人 其他的梦有没有 其他梦有没有 梦见亲人 梦见什么很多的 我们今天还有人专门卖一本书 叫《周公解梦》 你打开电脑 电脑里面有周公解梦 梦见了什么 有什么什么世界 梦见了什么 这都是什么什么的预兆 你看《三国演义》里面 曹操作梦 孙权作梦 刘备作梦 梦见了什么都有的 你看《风神堡》里面 蒋子牙作梦 周文王作梦 周五王作梦 讲到了什么 这个梦里面啊 有很多的文化知识 这里面 梦里面有很多的文化知识 这里面 这个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王呢 就按照这个梦里面的内容 他下了一个 他下了一个命令 下了一个命令 他悬赏千金呢 他要 悬赏千金 要做这个 做这个人 做这个人 儿文字 王去 若三行歌 这个 这个 这个迷奸逛车的人啊 逃走了 逃走了 逃到山里面去 山里面去呢 在山里面呢 想想 我报仇没有希望了 一边走一边唱歌 唱歌 一边走一边哭一边唱歌 一个小孩子嘛 就带来把剑 可有逢者为 子年少和裤子 甚悲艳 有一个人碰到他 你这个小孩子 年纪那么轻 为什么哭得那么双心啊 为什么哭得那么双心啊 这个梅坚车啊 告诉这个人 吴 甘将莫邪子耶 楚王杀无父 吴约报子 我是甘将莫邪的儿子 楚王呢 把我的爸爸呢 杀掉了 我想报仇 我想报仇 但是现在没有希望了 楚王还得抓我 我进不了楚宫 进不了楚王 我怎么能够报仇呢 因此我想想 真双心啊 哭 课约 文王购子头千金 是啊 这客人说 我听到了 听说楚王呢 哪一千金黄金啊 要买你的脑袋 买你的脑袋 江子头与剑内 为之报仇 你把你的头 跟这把剑 一起交给我 我替你报仇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 楚王在 迷掉约国的过程当中 杀了多少人啊 对不对啊 并且楚跟吴又是世仇 所以这个客啊 我估计他也是想报仇的人 可以 你把你的脑袋 跟剑给我 我给你报仇 而愿 幸胜 好极了 好极了 这个事情就拜托你了 这字文 自己拿了把剑 把自己头割掉 头割掉 两手捧头 几剑凤子 这个动作夸张 自己把自己的头割下来 两个手捧着给他 连剑也给他 这个动作按照我们常人类时候 一般难以完成的 是不是啊 你们能够完成吗 那当然我们不能干这种事情 是不是啊 但是我们想象这个事情要完成不了 这个头割下来那么容易吗 你不要看看 头蛮难割的 我跟你讲 真的蛮难割的 所以告诉大家 这个是一件神话小说的味道 这个就是小说 这小说里面把它看成真的 他能够把自己的头割下来 两个手捧着自己的头 以及宝剑 送给这个三中子客 离将 离将什么意思呢 就是死后生去僵硬 这里不倒 这也是奇怪的 这也是小说里面能够出现的一个情景 一个人头没有了 两个手捧着个头 拿了一把剑 这个尸体在那里不倒 不倒 可与不负此言 这个客人跟他讲啊 我一定不鼓舞你的希望 与是撕乃破 因此呢 这个尸体听了他这句话以后 才倒下去 倒下去 这又是一个故事情节了 下面 可此头网剑楚王 王大席 这个客人拿了个脑袋 就拿了一把剑 这个剑好像还没拿出来 就把头拿去给他 你不是说拿一千两黄金要要要要这个头嘛 一千斤黄金要要要这个头嘛 那么我就把 就把 这个头已经拿来了 这个楚王非常高兴啊 可曰 此内永世头也等于汤锅阻止 这个是永世的头啊 这个永世的头怎么样子消灭它呢 要用汤锅把它阻烂掉丢掉 你还不能够乱 你如果乱卖卖在哪里 他的鬼魂还会出来做怪的 我们中国人对于死掉的人有很多的做法 古人的杀人是最简单的一件事情 临死 这个腰斩 一样一样花样有的事 什么残酷的事情他都想得出来 我到美国哈佛去看过 到美国纽约大都尉博物馆去看过 布鲁顿的精品博物馆也去看过 他们的油画画的是黄龙库前 一个墙那么大的油画 五码分斯 五匹马拉分斯 我以前小时候多小时候 我觉得五码分斯大跟中国人想出来的 现在看起来外国人也同样有这个想法 人的残酷的程度 有时候这种封建的君王 中国古代跟外国古代都差不多 都有的 这里面讲到了人死 我们现在觉察很多的坟墓 我们中国人系列觉察很多的坟墓 一般人死了之后都酿在那里 尸体都酿着 但是我们发现了很多俯身杖 我们中国有句话叫 叫你永世不得翻身 什么意思呢 死了把你人破在那里 把你埋在那里 有时候破在那里还给你钉上一面钉 很大的粗笔钉在那里 钉死 有些酿在那里也给你胸口钉上一面钉 这个死了以后呢 这个坟墓外交出来都发现 古人想象的是 免得你的灵魂出来出来出来 叫你永世不得翻身 你的灵魂出不来了 把你钉住了 所以很残酷的 封建受贿里呀 有些对于死人 它都是非常残酷的 这里面给楚王出了一个主意 这个鬼魂死了之后 他还要报仇 怎么办 现在你要煮一锅汤 把这个头把他阻烂 他才不至于出来报仇 楚王觉得是对的 我刷一锅汤 把这个头把它煮哇煮哇 把它煮得很烂 怎么煮大家看看 王如其言煮头 三日三血不烂 烧了一锅汤啊煮 我以前给讲死记的时候 给大家讲讲 汉德的一种形法就是 煮了 把这个人煮了 现在是把这个头煮了 煮 王如其言煮头 果然架起火来烧一个锅 把这个头放进去煮 三天三月不烂 这个小孩子头也煮不烂 为什么 你客人答应我报仇到心里为止 仇还没报我 这个头怎么能烂 你想想看 对吧 我不死心啊 我尽管人死了 灵魂还不灭的 头 戳戳 汤中 寸没大怒 大家看看 这个头啊 还会从汤里面跳出来 当着眼睛发怒 意思 你这个客人 你答应我杀人的 你现在没有把楚王杀掉 你现在还在这样子 还有 这个头已经看见楚王了 看见楚王了 自己已经没有力量去杀他 他心里感到愤怒 因此这个 竹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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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头也可以跳出 跳出汤的上面来 瞪着眼睛看楚王 啊 沉默大怒 就瞪着眼睛发怒 这个也都只有神话的故事里面才出现的 是不是啊 《自观小说》里面才出现的 课曰 死而头不难 愿亡自亡临死至斯比兰耶 啊 客人告诉楚王说 这个事情奇怪了 你看这个人报仇心气啊 真的要杀你 现在问题上 头不烂怎么办呢 希望你王过来 你是王 你这个王呢 有一种王气 鬼魂一般怕王气 你到前面来 下这个鬼魂 下他一下就行了 这个王就过来了 这个王过来了 这个王过来了 王借林子 啊 这个王呢 走到了这个汤锅的边上 可以见你王 王头去渡汤中 啊 这个客哪出这把剑的 这客看起来也是个神奇的人啊 带着把剑去说楚王看不到 都把他变成神了 是不是啊 一般客去剑这个楚王你想一想 他能够带剑吗 能够带枪吗 今天有枪 古人当然没有枪 不能带的 但是居然看不到 看起来这一个神灵的 一种神奇在里面了 等这个楚王走到汤锅边上的时候 吓唬这个每一间车的头的时候 他拿出剑来 一拖就把楚王的头也卡进去了 这个楚王的头啊 就掉到汤里面去了 第三步他再做了一个动作 客业自你挤头 头伏渡汤中 客人就要去把自己的头也撒下去了 为什么 到汤里面 一个小孩子的头 还打不过一个楚王的头 他把自己的头也卡进去 两个头打一个头 这样打得过 鬼魂也要比法律的 是不是啊 结果到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呢 三头巨烂不口是必 这个小孩子最后抱了楚以后啊 他也甘愿的自己死亡了 头也烂掉了 足烂掉了 客人大概 三间客的头啊 跟楚王的头啊 最后都斗得精疲力尽 最后三个头都阻烂了 不可识别 鲁迅先生的故事 《新兵》里面讲得更加神奇了 这三个头都烂了 并且你说哪个头是楚王的头啊 接下去要举行楚王的葬礼了 你说哪个头放到楚王的墓当中去啊 人这个头比来比去 烧烂了又比不出来 有的人说鲁迅先生发挥想象说 他说楚王的龙准 楚王这个鼻子大一点 你看看 结果有些人说这个头是楚王的 另外一个人说这个人的鼻子也差不多嘛 这个鼻子也差不多 就三个头啊 三个裤囊头啊 结果看来看去一定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你说哪个头放到楚王的尸体上面去 好一点 好一点 最后这鼻子怎么样 大家看看 乃分起汤若脏子 古通名三王墓 最后只好把这三个 这鼻汤啊 埋葬了 这个鼻头连汤若都一起葬了 这个墓在什么地方呢 今天这个汝南北宜春县的界里面 我们同学们喜欢考古的话 以后你到那边去看看 真的有没有一个三王墓 真的有没有三王墓 这个神话传说啊非常有意思 请大家看看解题 481解题 本篇通过墓写的儿子 吃 为父报仇的故事 反映了楚王的残暴 表现了人民对统治者的刻过仇恨 以及报仇血恨的坚人意志 启吃报仇的三周行客 露见不品 八道相助为别人牺牲自己 表现出了高尚的品质 甘将木质是古代著名的住建者 姓甘将明木质 一说甘将木质是两个人 甘将是府 木质是妻 这个故事 是我们今天穆甘山的一个传说 穆甘山的一个传说 好 我们这是一篇故事 我们下面讲第二篇 第二篇 紫月 紫月 这是一篇 反映 亲眼男女爱情的故事 写的很美 吴王夫妻小女名誉紫月 年十八 年十八 才貌俱美 吴王夫妻的小女儿 名字叫紫月 十八岁了 非常漂亮长得 童子寒崇 年十九 有道说 有个男孩子呢 名字叫韩崇 韩崇 年十九 比他大一岁 有道说 有道说 女月子 思交信问 思交信问 徐为子妻 道说 在我们吴王夫妻啊 就生活在我们这一代 是不是啊 吴王夫妻啊 吴王夫妻啊 就是在那个苏州 苏州 我跟大家讲过吗 我们这里也是吴地 也是吴地 我们这里是吴国的最南面 那么夫妻住呢 就住在苏州 中国一句话 上有天堂 下有苏杭 苏州和杭州啊 是天下最好的地方 我走过世界上那么多地方啊 我觉得我们杭州还是最好的地方 真的是这样子 真的这样子 苏州现在因为它不是省会啊 它的发展没有我们杭州那么快 有道说 女月子思交信问 徐为子妻 这个女孩子啊 子月喜欢她 私下的派人送给她信 要许配给她做妻子 从学与齐鲁子间临去 做其父母似求婚 韩崇到哪里去学习去了 到齐鲁子间 就山东 山东 齐鲁 我们大家知道周五王平定了天下以后啊 把蒋子崖封为蒋子崖 把齐地封给他的后代 把鲁国鲁西南的封给周公 周公的后代 一个叫鲁国 一个叫齐国 齐国 韩崇到那边去学 因为鲁国呢 我讲诗经的时候给大家讲过了 因为周公的地位很高 那里有太庙 那边的学术 太别发达 所以那边除了孔夫子这样子有名的人 所以都到那边去学 齐国也很有名啊 齐国的学术也很好 齐国有个地方叫接下 接下 齐国有个地方叫接下 我们现在现在讲紫月这篇 齐国有个地方叫接下 接下 齐国呢孔孟子到 对不对 孔孟的家乡 孔夫子是齐国 这个孟老夫子是个别的奏械 齐国到奏械很近的 齐国到奏械很近的 我去过两个地方 一个圣人 一个亚圣 习过了一个齐下子学 齐下这个地方经常找可以去学书会议 学书会议 齐下子学也很有名啊 可孟是在奏 这是在齐 所以到齐奏这个地方去学习去 学习去 临去的时候呢 坐齐父母是求婚 跟父母亲讲 子月月一嫁给我希望你们去求婚 王怒不与女 这个楚吾王夫才愤怒了 你是什么人 当给了求我的女儿 啊 月即弃死 藏昌门子未 这个子月 夜月啊 心里忧悦啊 忧悦了最后就死掉了 结果藏在昌门的外面 三年重归 继其父母 过了三年 三年也是多年的意思 是不是啊 这个韩重在外面 读书多了多年啊 后来回来回到家里 问他的父母亲 父母曰 王大怒 女继续死以张义 以张义 继续 就是悲苦又嫁 心里很优越 我要嫁给个男孩子 父母亲不同意 那个是没有婚姻自由 就是忧悦而死 大家看韩重回来 什么表达 从国家会痛 举生臂 枉掉于墓前 这个韩重心里感到很心疼啊 拿了东西 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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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大家都知道 马牛羊 这种都叫生 臂 子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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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清明上坟的时候 你们烧不烧子臂啊 要烧的 是不是啊 现在我们到很多地方去啊 他印出来有很多阴间的钞票去卖 是不是啊 什么东西都有啊 你们到祖先的墓前面去的时候 要不要带点去烧烧啊 好像现在都要的 为了纪念古人 是不是啊 表达一种心意吧 表达一种心意吧 寒虫也带了生臂往钓鱼墓前 这个紫月的魂虫木戳 尖虫流涕 紫月的灵魂出来了 紫月的灵魂出来了 你们有没有看见过人的灵魂啊 死掉的人灵魂看到过没有 如果真的有出来你们怕不怕 哈哈哈哈 见虫流涕 见到了寒虫啊流眼泪 涕就是泪 不是我们今天的鼻涕 是泪 真正的鼻涕是湿 这个是鼻涕 涕是很流 眼泪鼻涕很流 涕是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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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门以后啊 叫你的父母亲来求婚 我想象这个事情可以成功的 但是没有想到呢 我父亲拒绝了 最后呢遭到了这个命运 乃和有什么办法呢 没有办法 越来祖故晚静而勾约 南山有物 北山张辱 五级高飞 如将乃和 一由崇峻 残言苦渡 悲戒生结 莫名黄辱 命之不道 渊如之河 雨泽紫长 名誉凤凰 一日是雄三年赶霜 谁又重要不为霹霜 孤见碧姿 逢君辉光 深远心尽 何当颤网 这个女孩子 还做了一首诗唱给她听 唱给她听 大家看看这首诗唱得多好 南山有物 北山张辱 巫 我给大家讲过了 我们今天讲到乌鸦的时候 都认为是不祥子鸟 但是古代的时候 这个巫啊 是非常好的鸟 南山有物 北山张辱 巫寂高飞 罗降乃何 南山有物 就表示寒虫 寒虫到外面求雪去了 北山张罗 巫寂高飞 罗降乃何 南山有一个乌啊 南山有一个乌啊 南山有我紫月 北山张辱 北山张辱 罗就是王 现在乌寂高飞 如降乃何 现在我已经死了 你准备怎么样啊 一月从军 残言恐都 恐都 我是想跟着你的 但是这个残业太多了 悲戒 生戒 莫名 黄辱 我现在已经死掉了 黄辱就是黄犬 我现在已经在黄犬底下去了 命之不照 冤之如何 命运 命运不好啊 命运不好 那有什么办法呢 雨着紫长 明夜凤凰 一日是雄 三年赶霜 虽又重药 不为皮霜 孤奸闭自逢君回光 深远心境 何当颤王 颤王 你想 这个是 这首歌呢 这个紫月对寒虫啊 表达了自己的心意